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听尽闻发 念佛共修 聆听尽留发 印尽在生命电视台 尽在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爱顾生命卡通动画系列 女孩和大猩猩 珍妮出生在英国的一个自然资源保护者之家 小时候在她家中的庄园里饲养了多种动物 珍妮 你看 斑马跑过来了 珍妮 你看 老虎 那里有两只小老虎 珍妮家中原里的大猩猩 达加拉和比姆斯是珍妮最好的朋友 他们经常在一起玩耍 因此当珍妮看到这两只大猩猩后 也显得非常兴奋 怎么 珍妮 你又要和你的猩猩朋友一起玩吗 珍妮 来看爸爸这里 爸爸给你照张相 你怎么又让珍妮跟大猩猩在一起玩啊 珍妮喜欢它们呢 它们也非常喜欢珍妮 这两只大猩猩不会伤害到它吧 不会的 要知道动物都是有感情的 它们知道谁对它们好 谁是它们的朋友 它们是不会伤害自己的朋友的 你看它们相处得多好啊 嗯 这两只大猩猩陪伴着珍妮度过了童年少年 它们就像亲兄妹一样一起玩耍稀闹 谢谢你 大家啦 哇 真甜啊 我的小宝贝今天是你六岁的生日 你喜欢妈妈给你准备的生日蛋糕吗 嗯 喜欢 妈妈 谢谢你 既然喜欢那就吃吧 妈妈 我可以把生日蛋糕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吗 当然可以啦 大家啦 比姆斯 你们快过来 我给你们带蛋糕来了 吃吧 今天我过生日 请你们俩一起吃生日蛋糕 当珍妮十一岁时 这两个和她已有深厚友谊的玩伴 不得不离开她了 这两只猩猩要被送回非洲的一片原始热带雨林 爸爸 你说什么 达加拉和比姆斯要离开我们 为什么 珍妮 它们的家应该在丛林里 最近我们正准备将一批动物 带到非洲的西部国家家棚进行放生 那里的原始热带雨林 才是大猩猩真正的家呀 不 我不让他们走 他们是我最好的朋友 正因为他们是你最好的朋友 所以才应该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家呀 珍妮 你说是吧 嗯 那他俩什么时候走啊 明天天一亮我们就要出发 达加拉 比姆斯 你们回到家后一定要好好地生活 我长大以后一定会去看你们的 好了 珍妮 我们要出发了 我的朋友 这是送给你们最后的礼物 达加拉 比姆斯 再见 我长大后一定会去看望你们的 从那以后 这两只星星经常会出现在珍妮的梦里 在梦里 它们像以前那样玩耍稀闹 达加拉 比姆斯 你们能追到我吗 我跑得可快了 不跑了 我累了 我们休息一会儿吧 达加拉 谢谢你 达加拉 谢谢你 达加拉 谢谢你 唉 又是一个梦 达加拉 比姆斯 十几年过去了 你们过得还好吗 珍妮也有十二年没有见到达加拉和比姆斯 终于 机会来了 她要陪同父亲一起去非洲的热带雨林 爸爸 你说我们要去非洲 是啊 我这次要去非洲救助一些野生动物 我知道你一直惦记着你的那两位星星朋友 所以就决定带你一起去 太棒了 真是太棒了 不过 我要提醒你一下 达加拉和比姆斯 已经在野外生存了十多年 能不能找到它们 还是未知数 就算找到了它们 它们是不是还认识我们 它们会不会因为多年的野外生活 而变得野蛮 危险 这些都是未知数啊 嗯 我知道的 不过爸爸 我相信我一定会找到它们的 而且它们一定会记得我的 一定会的 就这样 珍妮和父亲来到了非洲的家棚 然后深入原始热带雨林 乘坐夜小船在雨林里穿梭 当年我就是将它俩在这一地带放生的 不知道它们现在会不会还居住在这里 我的朋友们 我来看你们了 小船行进在雨林中 而珍妮则在船头四处张望 并呼喊着老朋友的名字 希望它们能够听到 达加拉 比姆斯 你们在哪里 我是你们的朋友珍妮 我来看你们了 珍妮 休息一会儿吧 我们都走了好几个小时了 我想它们或许离开这里 到别的地方去了 达加拉 达加拉 比姆斯 你们在哪里啊 啊 爸爸 你看 你看 是它们 是达加拉和比姆斯 我们找到它俩了 可是它们还记得我们吗 我想会的 我想会的 我们赶快套过去 当珍妮和父亲 为力爬下小船登上河暗号 感人的一幕发生了 大星星慢慢拢向前 用轻柔的动作 与珍妮打招呼 时而爱抚 时而拥抱 还用鼻子或纹或蹭 达加拉 比姆斯 我是珍妮 你们还记得我吗 达加拉 比姆斯 我真的好想你们啊 我希望人们得知了我和大星星的故事后 能发现大星星温柔的一面 希望更多人能够加入保护动物 保护地球的行列 老鼠琴 二十年前 在大学的校园内 一批参加大学连招的考生 正在考场外各处树荫下 做最后的考前复习 唉 还有好多内容都还没有记住 这下糟糕了 下一场的国文考试我一定会考不好的 是啊 我国文程度也不好 阿泰 国文是你最拿手的 你应该没问题吧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国文可是我最拿手的科目了 就是嘛 你不是打算报考中文系吗 是啊 我的理想就是考入中文系 毕业后成为一位教国文的老师 就是嘛 未来的国文老师 哪有国文考不好的道理啊 咦 老鼠的叫声 树上怎么会有老鼠的叫声呢 是啊 什么也没有啊 然而 头顶老鼠的叫声一直不断 阿泰开始并不理会 还是继续复习 可是就当他要离开树荫参加考试时 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阿泰 快要考试了 我们赶快进考场吧 好的 你稍等一下 我把书收起来 这是怎么回事 阿泰 小心 阿泰 你没事吧 哎呀 你的脸受伤了 刚才真是好险啊 你要是没后退那两步 可就会被砸中脑袋 那时候可就危险了 没事 只是有点擦伤 好了 马上就要考试了 我们赶快去考场吧 嗯 进入考场后 不久 阿泰就开始脸色发白 冷汗直冒 真糟糕 怎么会偏偏在这个时候肚子痛啊 哎呀 真痛啊 然而 当国文考试结束的那一刻 阿泰的肚子痛竟又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真是奇怪 刚才肚子痛得那么厉害 一下子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了 阿泰 你怎么写得这么慢啊 这次国文的题好简单啊 你一定考得很好吧 我想这次国文考试我考砸了 砸了 这怎么可能啊 这次的国文题目是很简单的 是啊 你平时国文的成绩就那么好 这一次怎么会考砸呢 唉 阿泰他不会真的没有考好吧 当阿泰收到考试成绩通知单时 他急急忙忙拆开查看自己的国文成绩 不出他所料 这次国文竟然不及格 阿泰 成绩单出来了 考得怎么样啊 阿泰 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从小国文成绩就没考过这么差 这次这么重要的考试 你国文成绩竟然不及格 是啊 这次国文分数这么低 我肯定上不了中文系了 我肯定上不了中文系了 哼 好了 别上新了 你还可以上别的大学吗 我这个成绩也只能上第三志愿的大学了 就这样 因为国文考试失常的阿泰 最终上了第三志愿的北部某私立大学 从此他就在那里念书 谋职 结婚 生子 定居 阿泰 我们可是好多年没有见面了 你在这里生活的怎么样 唉 在这里我生活的很辛苦的 现在的工作实在太竞争的 要抢客户 巴结客户 杀价被杀到见谷 唉 现在想来如果那次考试 我国文成绩不是考得那么糟糕的话 现在我应该成为一名国文老师 那才是我理想中的职业 是啊 阿泰 我也感觉很奇怪 你的国文成绩一直都很好 那次怎么会考得那么差呢 阿泰 这时便将自己那天的事情 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啊 对呀 那天的确发生了太多奇怪的事情 考试前 我们听到树上有老鼠叫 之后一节树枝掉下来 差点砸中你 但是也清楚地听到了老鼠的叫声 阿泰啊 这种种迹象 显示你那次国文考失败 跟老鼠有着密切的关系 难道以前你有跟老鼠结下过什么深仇大恨吗 跟老鼠结下过深仇大恨 是啊 阿泰 我这些年一直学佛 我见过了很多因果报应的势力 阿泰 你仔细想想 你曾经伤害过老鼠吗 难道是因为那件事情 阿泰 莫非你真的伤害过老鼠 是啊 那是当年大学联考前十个月左右的一天 那是一个天气凉爽的下午 我在我家后院背书时 忽然看到由院子砖块墙角的洞中 钻出了两只老鼠 这两只老鼠还真是怪呢 它们真是在做什么 哎呀 不要过来 然而那只小老鼠跑了没多远就停下了 它似乎想起了什么事 又叽叽叫着往回跑 它跑到了那只大老鼠的身边 哎呀 你这只该死的小老鼠竟然还想咬我 天呐 这只小老鼠难道疯了不成 你去死吧 怎么 它还没有死 让我没想到的是 过了一会儿 它又爬了起来转向我 眼中充满了恨意 再一次冲了过来 好呀 居然踢不死 好 我这次就要了你的命 这下你活不了了吧 然而令人惊奇的是 这只小老鼠竟然又挣扎着爬了起来 当时我吓坏了 它伤得已经那么严重了 怎么还能活下去 究竟是什么在支撑着它 一次次爬起来呢 那只小老鼠竟然自尽了 它竟然自尽了 这件事真是奇怪呀 人人都说胆小如鼠 可这只小老鼠 哪里来的胆量 竟然向人类发起挑战 当时我也是想不明白 所以便走过去查看 我发现那只大老鼠的双眼 已经瞎掉了 原来它是看不到路 才咬着那只小老鼠的尾巴 跟着它走 没想到却被我打死了 原来是这样啊 这只孝顺的小老鼠 见自己的父亲或者母亲被踢死了 一方面它伤心自责 没有领好路 另一方面又恨你这个凶手 而自己又不能报仇 所以只能带着一心的怨恨自尽了 阿太也正因为你当时的残酷杀生 从而导致你国文考试失利 改变了你的命运啊 是啊 真是没有想到 当时我一时起了恶念 杀死了那两只老鼠 竟然会因此改变命运呢 是啊 从那天开始 这两只老鼠的怨念 就一直跟着你 我想你现在生活得极其不顺 跟这两只老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是啊 那我该怎么办呢 我看你应该真心诚意地 向这两只老鼠表达忏悔之意 并诵经超度他们才是 阿太听了同学的话后 当下就真心诚意地 向这两只老鼠表达忏悔之意 哎呀 老鼠的叫声 这声音怎么又出现了 阿太你继续忏悔 我想那两只老鼠已经开始原谅你了 老鼠啊老鼠 我对不起你们 由于我那时年少无知 不信因果 而杀害了你们 恳求你们原谅我 我誓愿 将今生所造作的一切功德 全部回向给你们 让你们往生净土 脱离轮回 脱离轮回 认识中华印经协会 本会 本会成立于2001年 以宣扬佛陀智慧 推广佛教文化 培养人文胸态 认识生命本质为宗旨 在慈悲置业中 中华印经协会 扮演的是一个佛法文化传播 与教育的角色 为了推广佛法普及各层面 大量倡议各类佛教经典 书刊漫画 并录制录音带 影音光碟等多媒体产品 与大众免费结缘 结缘品有 浅显的佛教漫画 卡通 建立基础观念的佛教故事 佛法显说 因果故事 以及佛经重点记录 抄经本等等 形象众多 无法一一介绍 这近20年来 中华印经协会 所出版的各系列结缘品总数 超过一千六百六十一万 七千一百三十九万册 加上有声影音系列 总计已超过 两千三百七十四万 九千九百零九万册 受惠大众不计其数 此外 印经协会除了印证佛书结缘 近年来更致力于建造佛塔 与印制大乘佛教经番 并在宜兰 苗栗 嘉义 平东 恒川等地 建造大型的佛塔 塑造约二十万座华岩金塔 及小佛塔 同时印证三万个传经轮 分赠海内外各佛寺佛教中心 到场及一般大众 以推广和教理信众供养佛塔的功德利益 书是最好的礼物 阅读是最美的习惯 我们深信 知识能改变命运 教育可影响人格 印经协会 藉由推广佛经法宝来弘扬佛法 更希望大众借助好书的熏陶 建立正向人生观 进而营造一种充满书香 清净祥和的社会氛围 新逢元宵佳节吉祥日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高雄生命书方 举办供佛摘天即供颂普门品 供请惠太法师、战山法师共同组法 日期2月15日星期二上午9点 地点高雄生命书方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 下询电话07-221-2323 07-221-2323 敬邀菩萨参与熏席 同参法义共慕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 生命文化基金会自成立以来秉持着广传佛陀三称法的精神 致力于佛法的推广与传播 不断地制作多元的佛法节目 透过MOD及网络影像平台传递佛陀的教法 散播如来卑制的法音 以滋养社会大众的心灵与觉性 并增进各语系佛教之间的互动及学习 愿使正法常驻人间 佛所行战中说 佛说一切施 法施为罪圣 人施行财施 行法施者难 敬请各界大德发心护持电视弘法基金 一同成就广传佛陀三称法的慈悲大愿 以让更多人能够得闻佛法一起走向菩提之路 感恩您的共襄圣举 您的发心护持必定功不堂捐 聚沙成塔 福会圆满 户名 财团法人生命传播文化置业基金会 台湾邮政划播帐号 1996-5232 1996-5232 银行网路转账 银行贷号 005 土地银行 转账号 012 001 197 388 012 001 197 388 转账后请将个人账号后五码 收据开立姓名 联络电话 地址传真至总管理处 03 989 8787 或E-mail livetv.net atmsa.hinet.net 服务电话 03 989 9319 03 989 9319 徐旁 3 execute 3 execute 回忆 11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NEW FE-2 希望它们都好去,来就放在泡边的地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